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1100整点新闻 我是凌荣 我前最新消息先来关心 台北地检署侦办鸿海高层集体收受回扣案 查出为老陈 SMT技术委员会前副主委廖万臣 涉嫌长期利用千和集团年约500亿元设备采购大权 指示SMT委员向供应商所回扣 检方今天依证券交易法背信罪起诉廖万臣 台商郝续光 SMT前总干事件经理邓志贤等6人 那其中料好邓3人应不法所得共计破议员 将面临7年起跳行则 北浅也将在上午11点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好另外最新消息呢 带您关心在今天早上8点21分 发生了瑞士规模5.9的强震 震央在花莲县凤林镇地震深度18公里 而且全台各地都有震感伤心的状况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带您了解 好另外最新的消息受到了大雨的影响 新北市二重书红道第12457号的月提到呢 目前是暂时封闭的 那最新的路况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带您了解 而受到山区雷雨影响 台北监运公司上午宣布猫空缆车是暂时停时 那提醒民众如果要前往搭乘呢 记得要先问清楚以免白跑一趟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台北市的大雨大到什么程度呢 在南京东路四段这边有个地下室的撞球场 就在昨天晚间是被泥水瞬间灌入 监视器画面记录了这惊险的一瞬间 详细的状况我们请记者告诉我们 好接着来看到台中的连日大雨 导致大雅区终于离清泉路附近的社区呢 每次这边只要一下大雨 就会夹带红土形成滚滚的红泥流 而现在居民已经见怪不怪了 苦衷作乐唱起歌来 相信的情绪我们连线给记者带您了解 好连日大雨造成南投台16线 水里往新一鸣河村路段 因为施工山壁裸露的土石摊坊 滚滚巨石夹带泥流淹没露面 车子开到这里看到土石滚落 是不敢停下来加速开过 差点就被落石给击中 那另外在信义乡神木村爱玉子西桥 也因为溪水暴涨遭到冲毁 神木村第九和石林十多户的交通中断 而在彰化中山路则是有边坡挡土墙坍塌 砸毁民宅屋顶 现付要求石户民宅撤离 但是居民不愿扯 好再来看到一名卖二手车的业务员 夏宇天在骑车途中呢 因为要闪躲前面停下的公车 压到路面上一个十公分的坑洞 摔成重伤 那目前还在昏迷当中 家里的经济一下就陷入困境 家属要求国赔 新竹县有一家超商门口呢 竟然有歹徒是当众抢劫 歹徒起摸特车犯案 一次是随机挑选目标 锁定了一个在超商门口整理东西的富人 抢夺她的包包财物 歹徒的手段非常粗暴 不仅推倒被害人还勒住她的脖子 警方虽然已经进入调查了 但是等不及的民众是把监视器影片po上网 希望能够协助气凶 赶紧把歹徒神之以法 在你我的身边常常会应到偷情事件 有种巡回软体 原本是在手机仪式时呢 才派上用场 但是现在有人用来抓偷吃 如果另一半正在偷情 包括了影像 环境因和定位 统统无所遁形 连手机达人也说呢 这套软体的功能很强大 Google的账号密码别外流 新北市英哥大幅建议出平交道 清晨7点多发生一步 汽车撞上火车的意外 造成汽车驾驶受伤送应 而目前火车运输也因此停摆 传统疗法刮沙能够活络血路 台湾人很爱 但是没想到在西班牙 有华人妈妈帮儿子刮沙后 小孩背后一大片的红色愉快呢 竟然被误以为是家暴 妈妈还因此被告虐待儿童 先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现在传出一个最新消息 是大雨导致溪水暴涨 一名保存人员受困在 屏东县高美大桥底下的沙洲 消防人员立刻出动了 橡皮艇来救援 我们连线给记者带您了解最新状况 好 另外一个现场消息 新北市英哥大湖建议出平交道 就在清晨7点多的时候 发生了一部汽车撞上火车的意外 造成汽车驾驶受伤送医 而目前火车运输也因此停摆 更造成上百人的行程受到影响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带您了解 超惊险的折祸 来看到一名驾驶载的姐姐 前往基隆找人 没想到在行经人儿爱意路口 误及了违规左转车辆 撞上直行车意外 由于撞击力道超级大 驾驶的行车记录器 拍下的是车子正面滑行过来的瞬间 让这名驾驶和姐姐吓到当场是飙脏话 不过最幸运的是车祸发生的当时一旁 还有许多的机车骑士在等红灯 尽管大家都吓一大跳了 但是全都是街景的闪开 没人受伤 好 再来看到时代是不要命了 网络上流传一段影片 四名男女四贴骑机车 但是其中一人竟然是趴在机车的前方 网友看了都忍不住为这名男子捏把冷汗 那机车一直在山区绕行 一直到下山男子才坐回后座 不过还是继续的四贴行驶 而警方表示四人已经设置了危险驾驶 最终将可开罚24000元 夏天到了访问大作战 不过这种小黑纹实在很讨厌 因为他真的好小 连纱窗都无法阻止他 因此告诉有学生小朋友的双脚都被咬成红豆冰了 真的很可怜 因此老师只好展开防纹大作战 加装更细的纱窗 或是在水沟旁养鱼吃虫软 无所不用其极 天气越来越热了 在太阳底下许多人习惯擦防晒油 不过不管是擦的 还是用喷的总是会花点时间 现在美国厂商推出了一款 全球首创用喝的防晒油 号称只要喝一茶匙约两cc 就能防晒三小时 先会放一下炎炎夏日冰品大战开打了 韩国连锁咖啡店因应今年世界杯足球赛 推出创意足球刹冰 造型可爱吸睛 配料多层次深受欢迎 另外迎战韩系刹冰 高雄的知名老字号冰店 用日式抹茶牛奶冰砖 刨出的雪花绵绵冰 搭配新鲜西瓜抹茶西瓜冰 口感独特让顾客赞不绝口 说到台湾美食远近都痴迷 现在还红到了对岸 大陆央视推出的美食文化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最近就把触角伸向台湾 前往两家美食名店拍摄 一家卖的是特色眷村菜 一家则是老字号牛肉面店 两家餐厅每到用餐时间都是高棚满座 那究竟魅力在哪里 带您一块去尝鲜 好 台湾很多美食 外国人不敢吃 有很多的文化 外国人很难了解 传统疗法刮沙能够活络血路 台湾人很爱 但是没有想到呢 在西班牙有华人妈妈帮儿子刮沙后 小孩背后的一大片红色鱼块 竟然被误以为是家暴 妈妈还因此被抓 被告虐待儿童 龟山工业区因为暴雨淹水有50公分 宏达店的知名大厂的上班员工 都得要涉水前往公司 不过呢 却也因为严重的积水 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上班 更多的新闻内容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关心中华职棒的消息 上半季首位争夺战的局面 是越来越紧张了 目前战绩 战局第一的 Lamigo桃园队 周二前往台南棒球场 对上第二名的统一师队 力拼在本周点亮 封王魔术数字的原队呢 虽然一度在比赛中 取得2比1的领先 但师队靠着当家捕手高志刚 在七局下 敲出关键的2分打点安打 最后他帮助母队逆转胜 以3比2击败原队 目前两队的胜差 是来到三场 好这几天 北周南接连下起好雨 雨是突然噼里啪啦下 让民众是寸步难行 气象局表示呢 这是因为梅雨封面 长出一个雷雨包 那如果雷雨包都发展起来的话呢 将会变成一波波的长将雨 气象局早上也针对了 新北市发布超大豪雨特报 基隆市桃源县 新竹县市苗栗县 台中市野权 列入大豪雨地区 预计这波封面 将会持续影响到周五 民众不可掉以轻心 好再来看到 北台湾的龟山工业区呢 也因为暴雨 淹水大约有50公分 这么高水淹及稀 连宏达电等知名大厂的上班员工呢 都得要涉水前往公司 不过却也因为严重的积水 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上班 太阳花水印之后 各公民团体遍地开花 林飞凡 陈维田令组一个团体 叫做导国前进 和其他的公民团体 像示范黑箱服帽阵线 还有公民觉醒联盟等 一起召开记者会 说明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我们把镜头交给 现场的连线记者陈亚云 好来关心任期 即将在八月卸任的 监察院长王健轩 近日来呢 不断地对外放跑 担任院长这六年 心很累以外 院长这个位置也是个虚位 那在今天接受电台专访时呢 除了发现满腹委屈外 更自认自己无愧于台湾人民 也认为不需要对监察院的表现 负任任 东华大学真行政助理被报 薪水竟然只有19K 而且应征的条件门槛呢 还不低哦 不但要求要大学毕业 还必须熟悉电脑文书处理 薪水低到跌破不少人远近 还有网友大喊 郭董快来买 稍后一热零零 欢迎新闻带您关心 昨天晚上8点03分 高铁台北站的转车区讯号 再度异常 台北到板桥之间 改载单线双向通行 一共有15班的列车受到影响 这也是今年第六次高铁转车期出问题了 更多的新闻内容广告后 马上回来